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嘎 要来玩死灵仆虫了 有网友告诉阿嘎呢 如果缺这个英雄之魂啊 就是那些用来升级的点数啊 可以用用看这个恶魔学者啊 然后这个职业呢 它主要就是用来召唤各种各样的恶魔类型的仆虫 然后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效果了 比如说呢 增加我的血量上限啊 还有增加我的移动速度啊 另外呢 就是让我更容易的去召唤出来那些恶魔类型的仆虫 而且召唤的时候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效果啊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这个人物出发来试试看吧 然后今天呢 说好了 我们要来试试看一个新的地图啊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来试试看这个悲鸣之身吧 它的树枝呢 会缠绕着那些被肉货而来的生物啊 就是估计树上面和有乌鸦飞下来吧 然后呢 另外 因为这个地图啊 是新的 然后上面还没有什么装置之类的 那我们呢 今天就把所有的钱啊 全部都用来解锁这个各种各样的装置啊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加一点在它上面吧 然后这里解锁了一个灯柱 然后它可以在周围啊 引起这个自然啊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打开它的时候呢 它可能包含着一个随机的普通普通 诶 那么好的吗 那么划算 那我马上整一个 看起来好像蛮好的 然后这一个呢 就叫做鲜血之翁 如果附近消灭了人类的敌人呢 那它的血啊 就会流入这里面 然后最后生成一些神秘之星 那应该就是回血的吧 那我就再搞一个 然后继续 好像它一共有两页啊 诶 有 这是 这是 哦 没有没有建筑蓝图啊 就是我要解锁一些建筑蓝图 可能才能解锁它 那我继续再搞一些随意弄一些在上面吧 好了 然后在地图上面加了各种各样的装置啊 那我们就出发来打打看吧 然后现在呢 解锁了一开始啊 会有一个商人 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买东西 然后前面呢 因为用这个职业啊 打打回来的英雄之魂好像是蛮多的 那我们今天应该可以先考虑看看 就先买其中一个吧 我买个罐子哥进来好了 就罐子哥啊 会丢出来各种各样的随机的法术啊 让我去剪一下 哈哈 那试试看效果怎么样吧 然后我们呢 就先来 诶 打开一下棺材好了 可能里面会有 会有什么东西呢 然后我们继续啊 就是优先先解锁那种充满了问号的 的捕虫 然后解锁了一个诱捕者 然后他除了一开始那些那些装置之外 还可以制作那个箭塔啊 然后我们再来解锁一个棺材 算是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东西跳出来啊 我没看清啊 然后我们前面还还做了一些 好像没有了 还做了一下会掉骨头的一些装置 那就算了吧 然后这里我们要搞个宝箱哥吗 还是说先来个目的守卫啊 因为好像这一个职业啊 可以先把那些 捕虫先升到高级一点啊 好让我后面去解锁一些恶魔类型的捕虫 好像会轻松一点 好像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好像有解锁过一次 那个恶魔啊 拿到一次恶魔 然后他可以 就三级的捕虫然后就直接升级上去 不知道这一个职业是不是一样 然后哎这里又有一个三级的一个捕虫啊 先先拿上好是诱服者 然后他还可以制造那些爆炸的地雷这样 那爆炸的地雷应该比那个捕虫器会好用多了吧 这边乌鸦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呢 哦那地上那那些紫色的一颗一颗应该就是地雷的意思了 然后要不我们搞点那个就是一级的捕虫吧 就最低等级的 然后让他们数量多一点 因为前面有网友提醒我啊 就是两个一级的捕虫也可以召唤一个巨人捕虫了 其实阿嘎前面的那种召唤方式有点亏了 哎这里有那个 哦他给我的那个星啊 就那个那个生命啊 不是回血啊是直接给我叠上去啊 就是可以如果我的生命值满了 他可以直接给我叠上去啊 然后这里可以融合召唤一个坟秋挖掘者 或者是呢再召唤一个闪电法师 哎他怎么那么快就到到顶级了 我有好多紫色的捕虫啊 那也是时候该给我一个恶魔了吧 哎拿到了一个遗物 现在呢阿嘎很多遗物啊都已经看过 就是他的有什么效果了 那我们来选选看好了 第一个呢是增加对野兽的敌人的伤害 但是减少对人类的伤害哦 然后这这一个呢就增加我的捕虫的移动速度 好像也不错 然后这一个提高我的冲刺距离 还有这一个在超级冲刺时候呢 我的腐烂内脏会流出来 就加一就是会给一些黏糊糊的东西给敌人吧 那我就增加我的扑虫的移动速度好了 哎然后还送我一个法术卷兜 那我就选一个火雨速好了 好就这个吧 火雨速如果敌人多的话我就给他下点雨这样 哎那敌人的血会流到这边 那我是不是该在这附近去杀敌人呢 好像会比较划算一点 让他们的血流到这个井里面 然后又可以再拿一个新的 仆虫了 那我搞个穿刺者还是蝙蝠呢 呃 蝙蝠吧 先来个蝙蝠 哎有了有了 因为刚刚打到一个金色的敌人啊 他会掉那个英雄之魂 然后这里三个我都没有拿个拿过 就是都没解锁过 那我就先来拿一个这个吧 召唤了一个恶魔诱补者 然后他可以投投出那个肉蛋的陷阱 什么意思呢 哎然后又有又有这个遗物了 看看一个是凉血 然后充斥之后获得那个 应该就是增加我的移动速度 还有这个附近的敌人会因为我而减速 还有这个呢 每4到6秒就披下来一道闪电 然后这个就是有概率让敌人得到那个 一碰就死的诅咒 那我就选这个吧 好像跑不快一点 哎这个呢比较就是帮忙打一打敌人 这个吧那个4到6秒太慢了 是不是这一种就是我们恶魔敌人召唤出来的东西啊 好像蛮强的哦 然后我继续在这附近呢 让他就是在附近多杀一点敌人 需要他里面的血啊 然后这里有个问号的未知补充 兄弟召唤幽灵哥 他会吐出一连串的幽灵灵之的口水 吐口水的吐口水的补充啊 哎这里好多骨头啊 然后这里呢 当你获得治疗的时候 如果你满血的就可以让你治疗里面的25% 我转为你的神秘血量 然后这一个呢 就会完全治愈你 然后增加你的生命值 还有这个呢 每次召唤捕虫的时候 有几率得到一份法术 还有这个宝箱怪出现的概率提高 奖励也会更多 那我选择这个吧 召唤捕虫的时候 有机会拿法术吧 多一点法术 应该效果也是蛮好的吧 哎老鼠出来了 好像到处都是我那个恶魔放下来的炸弹 蛮强的哦 那我现在好期待他再来一些那个金色的 的的那个叫什么 英雄类敌人啊 金色的敌人 我需要那个英雄之魂给我多拿一些 一点那个恶魔 然后这里我就拿个残绕者 还是尖叫蝙蝠 尖叫蝙蝠吧 因为他本来等级一的时候是 是没有攻击力的 然后现在呢升到二级他就有攻击力了 石头的农民给自己披上了盔甲 我总是感觉他每一次都会出现这一 这类的敌人呢 这出现的敌人类型都差不多 每一波都差不多 也有可能是阿嘎就只强化了 就是有一波 有一波阿嘎强化了很多的敌人 然后后面阿嘎就没有没有去再强化了 因为有玩偶双咖 哎你自己都还没强化 跟我跑去强化敌人 好像也是有道理 然后我这里要召唤僵尸哥 还是要召唤这个这个癫狂法师呢 那癫狂法师好像有点贵 那我就先搞个僵尸哥吧 因为僵尸哥去咬敌人可以 好像可以再给我多带来几只僵尸这样子 感觉还挺划算 哎我好像看到两只僵尸了对吧 把僵尸看到了有两只这里有两只 如果他自动辅制的话那就太划算了 喂 开始出现这种流星锤了 然后尖叫蝙蝠可以升到 哦他造成伤害时候可以给我回血哦 好像很不错哦 那先选上他 是不是该来点法术了来点法术吧 哎不是说活语的吗 啊有了有了 有活语只是有点小 小小的活语 然后这里我就优先选这个 还没有拿过的东西吧 随机术 这什么鬼法术啊 你将会被随机释放法术 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激动个屁啊哈哈 好了我刚刚放了个法术 然后我没感觉到出没感觉出来他是有什么像的效果 我感觉我现在应该乱乱完应该都不会死吧 因为那个血量比较厚啊 哎他剑开始变金色了 啊方向不对就被打中了 哎好了把他打死了 然后我的僵尸哥也变了五只了 好像已经到达上线了 然后我们又来选一物一个是增加魔法术虫出现的概率 然后这个呢就是各种的蜜蜂啊鸟类啊蘑菇出现的概率增加 啊他是一种资源啊就是他们应该会带有攻击力 但是也是一种资源 然后这个是增加远程术虫出现的概率 还有这一个呢可以让我的分数加1111 就这样那我拿自然之路好了 害羞的骑士警惕着我 哎我要恶魔啊赶快来恶魔 我要英雄之魂啊 我前面拿的僵尸哥好像好划算 那我能不能用用僵尸哥来献祭啊 就是用他来换取更高级的一些一些仆虫 如果可以的话呢那就划算了 因为跟僵尸哥是可以自我增值的嘛 然后这里我选一个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那个就是一等级呢 可以合成一个巨人巨人怪物的那个那种选 选项呢 那我这里就选个烈酒投蛋手吧 来了来了 剑羽来了 剑羽也是挺烦的 我要边躲敌人啊边躲他 宝箱的气味 好拿到了 哎来了啊有英雄救魂了 然后这个是恶魔蝙蝠 我就不拿因为我之前拿过 那我拿一个 拿个这东西吧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 我忘记啊他是头蛋呢还是什么 肯定是远程的先拿下 他是闪电法师 他可以释放无比强劲的雷电和闪电风暴 可以哦 哎 小心不要被打中 然后一个珠宝盒 会生产一个史莱姆 然后他会掉宝石 还有这个母亲的奶 你身上所有中毒的效果的持续时间缩短 好像后面会有敌人会让我中毒的是吧 呃先拿了不亏 好像这两个就 就就拿这个吧 我觉得他既然是从左上角来的 那我们躲到右下角 是不是比较容易躲开敌人的攻击呢 哎然后这里是什么鬼 有一只老鼠 吸血哥 他是一个新的吸血鬼啊 他在吸兽族的时候 可以让我得到骨头和神秘的血量 啊那好啊 但是现在都是人类哦 哎 然后我发现我的神秘血量原来是有上限的 应该是99 王国骑士团下令开战 他们要来打我了 然后拿一个法术 一个是刷新术 一个是落罐术 一个是最瓜术 那我就来个奇怪的法术罐吧 我有两个两个 两个法术罗 然后这里选这个问号的 蓝色蜡烛 一物 他会向敌人吐出 凌智口水 他就是一个吐口水的一个主台 有玩有说就是阿嘎就是尽量在那个 葡虫堆中间 应该就不用很怕敌人了 好像效果也可以哦 就只是去剪骨头就是会有点忙 然后这里我选择 这个宝箱哥 宝箱哥可以掉那个宝石和金币哦 还是选这些啊强化一下 好纠结啊 然后再强化我的 好拿宝箱哥好了 但我感觉拿宝箱哥会不会就是 少了一个强力的蒲虫的那种 机会呢 哇敌人好多啊 然后这里选个问号的一个法术被发现了 让我和所有的蒲虫的速度提升 好马上用 哇敌人到处冒出来了我也躲不起来了 哎然后这里我先选个古灵枪手好了 好像挺强的 赶快赶快 然后把敌人都杀了 哎我发现我刚刚这样子闯来闯去 我居然没有掉血哦 哎 宝箱哥终于开始掉金币了 那边有宝箱啊真的有宝箱 靠 一堆敌人我我也拿不到啊 一会 一会 一会有空我再去拿 敌人还挺多啊 然后现在呢我需要这个 邪恶蒸驴 敲钟人 搞个超钟人吧 超钟人好像可以把他们 从我身边震退 然后这里先拿问号吧 睡骨 当你召唤蒲虫的时候有25的概率 获得一个焚丘骨奴 对了我现在焚丘骨奴有多少 有五个了我 哎 哎 哦敌人有点多啊 然后这里可以从坟墓里面附 我靠 两只恶魔才换一个这种这种东西 也是一个恶魔好像有点不划算是吧 从坟墓里面附 不要了吧两个恶魔才换一个 先先不拿 好像有点贵 我想要多一点恶魔 因为我这样换了我本来的恶魔就没了 重选一次好了 哎 这里有一个可以从 就直接从三级的这个 箭矢直接拿出来 就是换取一个恶魔 还有这个可以融合一个巨人公手 然后怎么突然突然都给我好东西了 恶魔守卫 然后他可以他残忍的手 会将会残忍的残害敌人 还有拿到一个遗物 我的皮肤产生那个瘟疫苍蝇啊 就是让敌人中毒是吧 然后召喚捕虫的时候 有百分之四的概率 获得一个随机的捕虫 还有这个呢 魔法捕虫 会吸取所杀之人的灵魂 每杀五个敌人 就得到一点神秘生命 哎这个可以哦 那我肯定拿这个了 古灵捕虫出现的概率增加 好那我来这个 多给我一点神秘血量 我还没去捡那边那个宝箱哦 来我们去捡宝箱 来了 差不多了吧 啊boss来了 难怪难难怪那么闲 液化素所有的敌人都会液化 液化成 宝石史莱姆 然后藏上面 的敌人受到诅咒 被诅咒的人会受伤害增加 哎那这个可以哦 他正好我们来打boss了 来吧 哎他突然打了我一下好痛 然后我又补回来了 我又满血了 他好像是一个近战型的一个boss 只要我躲的够远 他就打不到我了 哎好了他死了哈哈 不错 这样就死了 然后我再看看啊 靠近你的敌人会受到这个病毒的摧残 然后我那些染病的人 死了之后会爆炸然后污染地面 然后这个前面有看到过了 你军团里面的所有的恶魔仆虫 攻击速度增加11% 好像可以哦 我有三只恶魔哦 那我先拿这个吧 毕竟我今天是要打这个恶魔的流派嘛 然后再来一个遗物啊 闹鬼食品 火焰哥的召喚上限加1 还有他会给我一个愤怒的灵魂啊 来攻击敌人 还有这个宝箱里面15%存在 遗物或者法术 提高识取法范围 还有充满 然后这个可以让我额外封印6个选项 那不要 那我拿这个好了 闹鬼视频 好像会给我一个鬼魂帮忙打怪是吧 哎 突然来了一些好壮的老鼠哦 好大一只哦 但是他们好像 没有很猛 哈哈 然后这里我就 哦 舒命骷髅 五个焚丘古炉 融合成一个三级的随机的骷髅 骷髅 反正也没什么 没其他人用这些骨头做些什么 那我就选他吧 那我得到了一个不知名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 应该是他吧 奇异术士吧 哇哇哇哇哇 敌人好多 但是我打他们又好像打得挺快的 哇哇哇哇哇哇哇 然後再来个奇术士 穿刺穿刺者敲钟人 现在可以更快速的制造 那个带伤害的震荡波了 好出他吧 敌人信息被歇手 然後現在到階段7了 哇好多啊 好大一隻啊 現在敵人越來越大隻了 那骨頭感覺稀有度也是變高了是吧 不過反正我就感覺就是召喚召喚捕蟲的速度有變慢 我聞到了寶箱的氣味 那麼近了肯定聞的到了 哇哇哇哇哇敵人好多啊 不要追著我跑啊 然後這裡有一個三級的補充啊 直接召喚三級補充嗎 啊不是他是把我那個二級的敲衝人升級到三級 然後現在可以更頻繁的製造那個戰蕩波了 然後發現右邊開始出現那種 滾球啊這種是帶攻擊就是有攻擊力的我 哇哇哇哇這也太忙了吧 有點忙有點扛不住 傳不過來 哎然後這裡有一個殭屍哥可以召喚一個新的殭屍哥 還有這個是一個未知的服從 那我就三個召喚一個看是什麼東西吧 是一個問號 大個殭屍哥 他會偶出那個服務 撕咬敵隊的人族把他們感染成殭屍哥 好啊 反正正好這這裡都是那個人族啊 哇哇哇被打了被打 現在根本沒空去拿那個 寶物 然後我看到了英雄之魂了 趕快趕快 嘿拿到了 兩個換一個兩個換一個靠 兩個換一個都是 那可能是一些升級的惡魔吧 那我 先不想拿我想說 哎先拿這個吧 多拿一點惡魔啊 因為我上限是 是六個嗎 我現在才 現在有四個惡魔了 然後火焰之環 所有泥坑和令人討厭的水坑都會燃燒 然後這個出現命運蒲蟲的概率增加哦 哎好像好東西哦 先拿上 哇哇哇 敵人的攻擊也太頻繁了吧 張物香 然後隨機得到兩件遺物 還有這一個敵人死亡的時候 人類敵人死亡的時候 有概率掉落寶石 出現古靈蒲蟲的概率增加 古靈蒲蟲不要 那我選兩個遺物吧 哇哇哇 敵人 敵人攻擊也太平 太平凡了吧 哎然後這裡又可以得到一隻惡魔 惡魔舒適 然後他可以釋放出強勁的穿透法術 然後再拿一個法術是吧 召喚一隻隨機的惡魔 短暫的幫我殺戮 但是他水暫時性而已 那我來個南瓜好了 就炸死他了 我一直都過不去拿那個寶箱 我想去拿那個寶箱 我現在都是靠 靠衝刺在硬撐 來個繼續再加點 奇異速式強化一下吧 然後再來一個 立即出現一個不安靈魂的紀念盃 是什麼東西呢 抽卡數這個這種這種就抽一張卡而已 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那我加個紀念盃 好多人啊 換鬼術一群幽靈會等戰出現 重置所有用過的裝置 還有場上面的敵人獲得馬上就死的詛咒 這可以 然後再來個巨骨術火球術火球術吧 就幫忙攻擊的 然後來個奇異速式 就讓他們快一點升上三級 然後應該可以容易一點拿到一個惡魔 哎哎哎死了不小心死了 靠打到蠻後面的 你不注意我想說那那一根柱子是幹嘛用的呢 然後就死了 那今天啊也打了兩個boss了 好像我感覺他應該打三個boss 應該就可以到 就是可能打到最後了吧 那我們下一次再試試看其他的職業好了 今天先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朋友啊可以點贊留言啊 跟阿嘎講講你們的意見啊或者是建議啊 因為這遊戲阿嘎還在努力中啊 還有很多東西好像還沒有解鎖啊還沒有很熟 然後前面呢我解鎖解鎖了一個 就是這個這個放逐啊超級放逐 好像現在有一些東西我可以把它封起來了 有沒有什麼覺得沒有用的東西 可以建議阿嘎把它封起來啊 因為他裡面好像好多內容啊 也不知道該先把哪一個先封印起來啊 哈哈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吧 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